接着要提醒如果要来往 新北市树林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在甘园桥一带 昨天晚上11点40分的时候 自来水管是爆裂 桥面淹水高达了40公分 锦销到场后也拉起封锁线 之后桥面还被水流冲破个大洞 有超过10辆自小客车泡水 不少民众深夜从梦中惊醒急忙地清理家园 不过因为这个淹水量实在太大 现在是要进入上班的尖峰时间 也提醒大家了山家道甘园路段 目前是双向封闭的 要最好改道而行